鬼气 天空飘着萌萌的细雨 林峰带着小颖走在马路上 一把伞下 他们肩靠着肩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小颖看着林峰半边被淋湿的肩膀 从未感觉到幸福离自己是这么的近 他一把抢过林峰的手机 甜甜的叫了声妈 数落起了男朋友的不是 林峰溺爱的看了看小颖 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 已经交往近三年了 小颖的孩子脾气却一点都没改 反而因为他的纵容越发的骄横了 小颖把手机还给了林峰 林母果然跟小颖达成了统一战线 数落起了他 看着男友愁眉苦脸的样子 小颖轻笑一声跳出了伞的范围 往前冲了几步 转过头来甜甜的笑着 大傻瓜 你看我漂亮不漂亮 细雨打在他的脸上 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林峰脸上的笑忽然变成了惊恶 手中的伞掉了 一辆货车冲了过来 小颖的身子像蝴蝶一样飞舞在了空中 货车撞到了路边的便利店 才停了下来 围观的人群堵住了小颖和货车 雨水依旧下着 将雪在地上显现开来 也打湿了林峰的眼眶 林峰发疯似的冲进了人群 抱着倒在血泊中的小颖 嘶吼了起来 掉在地上的手机 还回荡着林母的声音 小颖的葬礼上 林峰没有到 她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摆满了小颖的照片 还有小颖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她睁大着眼睛 呆呆地看向天花板 嘴里喃喃道 小颖 你别怕 我 会一直陪着你的 林母跟小颖的家人 来看过几次 想劝林峰重新振作起来 但每次还没来得及说话 自己的眼泪 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几次无果 就这么过了一个月 林峰迅速地消瘦了下来 原本丰润的脸 现在只剩下了皮包骨头 显得眼睛特别的大 但是没有神 刮胡刀也不再碰了 邋遢的胡子 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 这一天 林母边做着饭 边吊着眼泪 忽然 林峰下来了 嘴上带着古怪的笑意 仿佛小颖回来了 她像是又重新找回了 生活的意义 洗澡 刮胡子 按时吃饭 恢复了正常人般的生活 林母高兴之余 却又有些担忧害怕 因为她老是看见自己的儿子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谈笑风声 林母晚上偷偷地从门缝看她 她正拿着笔 在一本发黄的日记本上写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她的手松开了 然而那只笔却没有倒下 反而自己动了起来 林母在门外看见这一幕 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用手捂住嘴 强忍着让自己不要发出声来 她慢慢地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松开了手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坚定地这样想到 第二天 林母经朋友介绍 请回了一位大师 她趁着林峰下楼购物时 赶忙将大师领进了家中 大师不愧是大师 刚进门 开口就说妖气很重 大师摆好了祭坛 祭祀诗法 点燃了那本日记本和笔 烟雾缭绕之际 林峰却回来了 林母从未想到 这个她从小带大的孩子 竟然也会有一天变得这么粗暴 林峰踢翻了祭坛 打破了道长的鼻子 将道长赶出了家门 然后抱着地上的碎纸灰痛哭了起来 当天晚上 林母睡觉时 在枕头底下发现了给大师的辛苦费八千块钱 第二天早晨 她听闻了大师昨晚在家上吊自杀的消息 林母看着儿子心中越发的恐慌了起来 这天晚上 林峰坐在床上心里恼怒的不能自已 失去了那个日记本 以后怎么和小影联系 她痛苦的低下了头 透过窗子的月光 却在床上慢慢扭曲 形成了几个字 大傻瓜 我可是鬼啊 本事搭着呢 林峰大喜喊道 小影 你出来啊 我知道你在这儿 月光的行迹变了 可是我现在很难看了 会吓到你 我怕你看见了我之后 就不会再喜欢我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无论你是美是丑 还是人是鬼 只要你是小影 那么我喜欢的就一直是你 没错的 等了很久 月光才慢慢变化了 既然是这样 那么明晚 我们就去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吧 十二点的时候 我会去找你的 林峰欣喜若狂 第二天晚上十点 林峰换上了一身西装 这是那时候小影亲自帮她挑选的 她对着镜子 认真整了整领带 走了出去 到楼下的花铺 林峰买了九朵红色的玫瑰花 当初她追小影的时候 每天都会从这里买一束玫瑰花 后来小影躺在怀里告诉她 她之所以答应她 是因为她拒绝不了玫瑰的香气 浓烈而迷人 走到红石公园时 人已经依稀看不见了 夜色越来越浓 寒风越吹越紧 最后一个人的身影 终于也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中 林峰的内心充满了激动 快来了 小影马上就要来了 终于等到了十二点整 月亮此刻被一块黑云遮住了 林峰紧张地望向四周 突然 她的视线凝结住了 前方出现了一个身影 她身上的衣服 不恰恰就是小影去世那天穿的吗 林峰耐不住心头的热火 快步冲了上去 小影 小影 她急切地叫道 刺耳的笑声忽然响了起来 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林峰停下了脚步 眼前的女鬼也露出了她的真面容 惨白的肤色 血红色的大嘴下方 却像被什么东西压过 眼球凸了出来 几条蛆虫在上面爬动显得十分的恶心 林峰面色惨白的向后推了几步 低下头吐了出来 小影冰冷刺骨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哼 你们男人果然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 口口声声说爱着我 见到我却直接吐了出来 那就陪我一起下地狱吧 林峰惶恐地看了小影一眼 向后跑了回去 玫瑰花也掉落在了地上 左侍欲扑的小影却没有追上去 只见她身上有一道白光一闪而过 又变成了那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她蹲下身子 捡起掉在地上的玫瑰花 把她抱在胸口哭了起来 林峰回到家以后 大病了一场 然后把所有的小影东西都收了起来 只留下了一张她与小影的合照 照片上两人笑得很开心 她开始工作结婚生子 只是偶尔会看着那张照片发呆 黄泉路上 黄泉路上 孟婆汤前 孟婆有些心疼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小姑娘问道 三世的富贵 换得一个月的相处 值得吗 小影抽了抽早已哭红的鼻子 却笑着说 婆婆 我无悔 她欺然地笑了笑 喝下了孟婆汤 毅然向前走去 医院分娩事外 林峰焦急地等待着 急得转来转去 忽然 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响了起来 林峰冲进了里面 安慰了下妻子 焦急地抱起了婴儿 看到婴儿的第一眼 她愣住了 然后泪水止不住地流 婴儿的眉间 赫然有一颗跟小影一模一样的红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